87年14条, 现在有XY是EQMAS 它说NUMBER OF MODE,世界N是COSSEM 如果X的VOLIUM是大于Y TEMMETURY转的时候,就问你PT的关系是怎样 我们先看看 如果PT的关系是IN CALVENTEMMETURY 在直线穿个零零 如果它们的VOLIUM不同了 究竟是VOLIUM大了,或者VOLIUM小了 究竟有什么变化呢? 如果根据PT的关系来说 它也是在直线穿个零零 只是一个SLOPE大一点,有一个SLOPE小一点 它们都一起穿个零零的,如果是IN ABSOLUTE TEMMETURY 我们怎样知道蓝色和红色哪有代表大一点的VOLIUM 哪有代表小一点的VOLIUM呢? 我们先试一下在相同TEMMETURY的情况下 如果在相同TEMMETURY的情况下 咦? 这个PT的关系要大一点 红色呢? 这个PT的关系要小一点 所以我就会知道 如果你的PT的关系要小 即是VOLIUM就会大 VOLIUM大一点 相同粒子数 这个是LARGE VOLIUM 相同粒子数 如果你的VOLIUM大 那你出来的PT的关系要小一点 那你出来的PT的关系要小一点 但是如果相同的粒子数 你的波小一点 这个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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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对应... 现在不是AVOLIUM 现在是... 是... Degrees Celsius Degrees Celsius 的话 那样的 现在呢 都在这条直线 底条直线呢 就会... 去到... 的... -273度 那我将这些Graph 就搬回去了 红色的就是这一条 红色的就是这一条 蓝色的就是这一条 那这个呢 就是...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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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这个呢 是... 那现在呢 就是说 X 要大个Y 那就是... X 就在这一条线 Y 就在这一条线 X 大一点的Size 所以呢 答案呢 就会是... E 那这个呢 同学会说 那一定的答案 就不会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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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會重點